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节目由上好家冠名播出 感谢乐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喝乐虎提神抗疲劳 一口上好家一路好心情 本节目由休闲食品上好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乐虎功能饮料联合特约播出 旅行困累喝乐虎提神抗疲劳 本节目由君尧未动力联合特约播出 君尧未动力给你的肠胃做做操 我们在玻璃维亚 整座城市像一个盆 坐落在安地斯山脉的高原上 落差有多少呢 最大的地方落差有将近800米 我们刚才是从底下坐上来 坐上来呢 这南北啊是高低下 然后现在我们坐东西下 现在比刚才已经高了400多米 2007和梁红所在的地方 海拔高达4000米 这座城市也因为平均3600米的海拔 成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首都 梁红很喜欢的作家三毛 曾经把拉巴斯誉为高原上的百合花 最早知道的为数不多的一些国家 都是通过三毛的书来知道的 所以那个时候就想着说 早晚这些地儿我都要去一遍 怀着小时候的巷路 一到这里 2007和梁红就被无比拥堵的交通 堵到寸步难行 这个基础就在这儿 路就这么宽 坐缆车15分钟的路 开机车大概要45分钟到1小时 现在是红灯 依然有行人在过马路 你看轿车就停 直接就上 然后在这个 这边是绿灯 这边是绿灯 司机在这儿停了得有个两分钟 上了三个人 然后在拉巴斯 就是车让行人是很少的情况 真的很少说会让行人 因为上大坡下大坡 这压力也大 然后呢 城市街道呢 又都是这种 殖民时期设计出来的这种构架 并不是那么宽 所以可讲而知 你看看 这个大货车 气喇叭一直在 吸引二百七和凉红停在这里的 是路边的这些活力四射的声音 这些蹦蹦跳跳的人们 有一个形象的名字 斑马 很繁忙的一条大街 然后那条街上 不断地车来车往 然后行人和车辆 就会在一个路口交叉 马上行人红灯 好 你看继续有行人在通过 然后车流就给着油门 就冲上来了 人群到点灯了之后 会有人冲过来 会有人闯 车流直接就涌向人群 人群都只是靠自己本事 看 看 翻马的作用就是在这 来拦住车 让行人过马路 他们在马路上主要做两个工作 第一个就是引导行人 然后过红绿灯 然后第二个就是 在发现有一些司机闯红灯 或者说不遵守教育公子的时候 他们会以一种比较婉转 比较温柔的手段 然后阻止这些司机 然后这些斑马人在做的是什么呢 告诉行人 告诉司机 告诉所有的交通参与者 我们要创造一个有序的交通 不管怎么说拉巴斯的海拔高度 还是在那儿的 一直这样蹦蹦跳跳的 我觉得其实对身体也是一种考验 而在这群斑马人中 混入了来自低海拔地区的外来斑马 司果 早上好 很累啊 别的斑马们还都在蹦蹦跳跳的时候 直观也就开始在后面慢慢归宿地走 他们是21 二岁 我是28 九岁 但是发现这个体力上 然后差别非常非常大 我穿那个外套走两步就感觉 已经不太想动了 我们这回要带给斑马人那人上好家的快乐和祝福 我们要把大礼包装得满满的 我们的姑姑娘 让大家休息一会儿 我们给她准备了礼物 吃饭 哦 我感觉要吃饭 谁的年龄最小 这是一个保温杯 有太气甘了 还有一个保温杯 我感觉要吃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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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今天好幸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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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那个小年轻 一个最年轻的小女孩 然后当时我们在给她送礼物的时候 因为一不小心把她给忽略了 然后她就在那儿揉眼泪 然后后来给了她一个姑姑鸟之后 她就开始抱着姑娘 嗯嗯嗯 这样 特别可爱 像我一样可爱 titled 直到此刻 二百七和梁红 都不知道 她们是些什么样的人 因为在外面 她们从来不会摘下头套 回到斑马人的办公里 这些斑马人才显示出他们真实的样子 他们真正的身份是学生 这也是成为斑马人必要的条件 我们去学校,幼稀里展开,计画 组成为我们的当学 但当我们离开 是当人们吊称 我们来说五前後五前当 这些年轻人有不少来自贫穷 失去亲人的不幸家庭 他们每月的津贴 虽只有688波利维亚路 却是他们学业得以继续的希望 而斑马人也将足迹遍布整座城市 被当地人称为爱的教育 从2001年起 超8000名年轻人成为斑马人 他们将继续前往下一条街道 守护马路上的秩序 守护拉巴斯 而告别了斑马人 梁红还认识了年轻的新朋友 曾经被殖民的历史 带来的不只是如今混乱的交通 还有长久的文化伤痛 组 结婚何楼 24 到了14 UT It NESO 好 那现在是活着吗? 工作上和学齡 是为了教育计划 为了学习的问题 我尽管 它是为了我一种 除了我一天的交易 拉巴尔尤其是 阻挡所有的旅行 很开心 走 在拉巴斯 滑板成为缆车和开车之外 像艾德一样的年轻人 选择的交通方式 所以滑板就是 它生活的一部分了 是 一说到滑板的时候 就紧紧地抱着 就是那种 这就是我生命里的 一个好伙伴 就是那种感觉 这就是滑板的园园 这里 这里有一个园园 我们走过这里 有几个坡 走过吗 我们下跌 我们下跌了 就会不会有 这种感觉 我们下跌了 然后到我们下跌了 我们下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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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拿打 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重要的事情是换上这件衣服 这种叫做波莱拉的传统服装 曾经被认为是底层妇女的特定装扮 波利维亚人给穿她的人起了一个带贬义的称呼 乔丽兰 此前 二百七和梁红在路边 遇到了这样一条街 走进随便一家店铺 都摆满了这样的衣服 这些衣服的衣服 都摆满了这样的衣服 这些衣服的衣服 都摆满了这样的衣服 这些衣服 在这些衣服上的衣服 有什么时候不一样 二百七和梁红在这里 见到的每一位波利维亚女性 都有穿着这件衣服 而抬不起头的故事 我这次有了 我会被称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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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母亲 我会被称呼吸 我一向的地方 我会被称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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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前面的女儿 他们的女儿 他们比较多了 不太多了,但我同樣都受不了 我的兒子繼續受不了 他們在一個很棒的學校 在南部的地方 但有些媽媽,當他們看過我,他們都在學校 他們把兒子拿到學校 他們說,他們已經不是在學校 因為他們都在那裡 但這是很誤會,在我們自己的國家 今天,在一个世界上, 我们都可以旅行到任何地方, 也认为在 Bolivia, 有些人认为, 穿着一样的衣服, 是比其他人更多的。 现在的社会仍然存在这种, 但是它还要一直坚持, 然后再设计各种改良的新式的产权, 它是怎么来想这件事情。 这就是我们的土地, 这就是我们国家, 这就是我们的核心, 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文化, 我们没有死, 我们没有死, 因为一些人们都被刑罹人。 这就要继续, 这已经改变了法律, 可能它们没有改变现在, 但是我肯定是来自来一年来, 我的孩子们, 可能他们很大, 他们能够帮他们, 能够保持自由选择的衣服, 一定会变成改变成改变, 在全世界上的移动, 现在,他们选择挺起胸膛 重新穿起布莱拉 正是自己民族的历史 我喜欢我穿着布莱拉 因为现在,在这段时间 是一个流程 在布莱维亚 是一个很美的 是一个很美的 我喜欢穿布莱拉 是一个很强的女生 是一个很强的女生 是一种很强的女生 的血量的所有的 的血量是一种血量的血量 我们没有求任何 只要是尊重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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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所有的地方,我几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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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很多招式都爱我 我继续来做新的招式 真的,是非常有趣 然后也会继续玩下去吗? 当然,直到我们不可以更多 我认识了自己的弹劲 是的 是的,很多 每个人都说是这样 是的,很多 是的,是的 是的,是的 这些是,怎么说的 你们说的吗? 是的 所以他们觉得新时代女性应该具备的 他们说什么? 我们已经失败了这些 因为我们的母亲们是最接近的 我们正在重新的招式 我们正在重新的招式 她是一个更新的招式 她们现在看不出错 我们正在重新的招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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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之后 我们正在重新的招式 我们正在重新招式 也没有提醒 我们正在重新招式 我们正在重新招式 他们已经用自己的行动 想去证明 Ciolita这个词 并不是贬义词 而是它代表着新一代的 这些年轻的 积极地向上的 这些女孩子们拥有的自信热情力量 二百七和梁红就这样 被波利维亚见到的原住民 现代的一面深深地感染 而原住民文化中 还有古老神秘的一面 在来之前 梁红早已列好的任务清单里 还有最向往的印象 作家三毛曾在万水千山走遍里 对女巫市场有过迷人的描述 其实当年在看三毛的万水千山走遍的时候 我就很好奇我想知道 女巫市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 我不知道能不能理解 就是童年的时候 童年的时候的一个知识点 安安放在心里 变成了一个愿望 你看上面挂的这些小羊驼 在这已经干了这些羊驼 嗯 只有很多干了的 有毛的就是拉伤出来的 然后没有毛的就是 就是塞 来来遍 仙人长渣 这是谁用来烧的吗 不是 这是洗澡用的 洗澡用的 是 清洗所有的 没有 那这个这么渣 这好渣 迎面来的其实 都是各个摊位上挂着的小羊驼呀 然后那些各种说不出名字的草啊 也是 它可能就是那个平行宇宙中的一角 然后被露出来被大家看到 原住民文化中 发源于原始信仰的自然崇拜 无数观念流传至今 早已成为传统的民俗文化 甚至成为面向游客的特色集市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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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弹 有讯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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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讯癒 这是 就完整的 杜洋 一人 没有 就完整在 Een 一人 怎么 第二次被排鱼的迷茫 一直以为某个区别打得胀 今晚的来自筆 是因为有利益 好酥 不能为�鱼吗 很愿意 这只是个季度 你赞我季度那么多 对 不管是好季要水 还是什么招财药水 还是什么健康药水 其实都是香香的 你就感觉整个市场弥漫的 就是一种香气 女巫市场就好像是我面前的一个 关着玻璃门的一个 很奇妙的世界 我特别有一种冲动的想法 就是我想拿着一个 玻璃维亚著名的炸饺子 一边吃一边走到这个世界门口 但当那个世界的大门打开之后 你好像就进入到了一个 整个不一样的魔法世界 然后这些的小羊驼 这些是用来干嘛的呢 不是用来挂着摆着 是用来焚烧的 会带来好运 女巫市场所在的位置 据传在2000多年前 是祭祀大地之母的地方 而祭品就是这些意外失去生命的羊驼 在玻璃维亚人的传统里 来女巫市场必做的一件事 是羊驼祈福一事 这个胖胖的魔法师告诉我们说 烧羊驼呢 其实是玻璃维亚非常民俗化的 每家每户呢 都会烧一些羊驼 来祈求家人得到好运 二百七和梁红决定观目一下 当地的羊驼仪式究竟是什么样子 带毛的呢 就是生下来死了的小羊驼 然后呢不带毛的呢 就是胎死腹中的小羊驼 这是小羊驼 小羊驼跑得快 然后很灵活 然后呢 好的运气呢 就会很快的到来 十点 火盆已经准备好 等会儿就开始了 它会有很多的牌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 巫术用的药水 好运 事业有成 然后那个 何家安康 就是各种各样的药水 都会有 这个是仪式感 这一定要有的仪式感 我手上还有好运钥匙 把好运钥匙拴住 就在这时 可爱的女巫 对二百七和梁红 分别说了一个预言 其实我们也没有去祈求这件事情 但是给了两个预言 谁知道 就在第二天 二百七和梁红 又得到了一幕一样的命名启示 他会孝顺 不要相信任何人 包括我吧 波利维亚传统祈福仪式 跟中国有什么不同 我不认为 被囚囚拉入黑冰盘 旅行夫妇 获得不约而同的生命预言 究竟是什么 是不是直接跟占卜师们串通好了 地球之集 旅行第七季 下节更精彩 一口上好家 一路好心情 本节目由 休闲食品上好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乐虎功能饮料 联合特约播出 旅行困累喝乐虎 提神抗疲劳 波波 波波 波波波 我在叫他们 炼上牛奶味 气泡柠檬味 上好家甜蜜泡又出新口味 奶牛啵啵 跟柠檬啵啵 长得真可爱 还有衍生离品 看归看别拿走 这次我可不会上当了 在世界最高首都拉巴斯漫游 二百七合良红决定体验一把 当地传统的占卜 因为这个战卜在拉巴斯也是非常流行的 这是他们的一个民俗 你要深入深入了解 了解一个当地的文化 那你肯定要体验他们的民俗 据他们所说已经传承了上千年了 他的力量来源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他背后呢 这一整整一面墙的头骨 这些头骨有他家里人的 有他家族的人的 然后有外族人的 每个都有名字 在大多数人眼中 骷髅代表着死亡 而在很多拉美国家 却被赋予了美好的意义 加以庆祝 如墨西哥的亡灵节 而在玻利维亚 当地人一直有保留世事青人头骨 作为护身符的习惯 每年11月8日 他们甚至会将这些头骨装饰一新 以求好运和祝福 这是南美的一个文化 对死亡的一种态度 这是玻利维亚很古老 很传统的这种仪式 我们只是好奇 只是想去了解他们 但是这个时候呢 你就必须有人要站出来 所以当时最早 我们就选择了球 我随口就说出了四个名字 我随口就说出了四个名字 不要相信任何人 然后如果你相信别人的话 可能会落入陷阱 第一句话碰出来就是 你不要相信身边的任何人 当时第一句话说出来 我一愣我说 然后球球就开始 一脸懵 就不知道 什么情况到底是 子冠翻译过来 就大家全都在那儿憋着笑 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朋友不太行 你这个小伙子你可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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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上伙子 这个友谊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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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做了啥 这些都不好 所以这四个朋友很可怜 就是感觉可能经玻璃维亚之后 可能会被球球拉入黑冰的 反正对此我表示哀悼 刚才说不要相信任何人 包括我吧 你快问一下 快问一下 谢谢 人家是很高兴的 而父亲是另外一回事 他只是说是身边的人 然后老大呢 就特别地放下了心来 老大特别放下了心来之后 问了一句 另外一句问题 他会孝顺吗 我老了以后他会管我吗 就是 借此机会特别小 对我亲爱的老父亲说就是 你甭管他这么什么样 以后也会孝顺你的好吧 就你不要在这些问题上 费这么多心思好吧 真的是 求求的小插曲之后 二百七合良红出乎意料地 得到了来自老太太的祝福 他说是钱出来了 他说是钱出来了 他说紫顺你有钱了 他说孩子 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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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有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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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非常好 非常好 很漂亮 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妈妈 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妈妈 而他说的话 竟然跟前一天女巫说的话 一模一样 你还会有更多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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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男孩 然后他感觉到这个 之后你们会有一个男孩 谢谢 开心 多看着 多可爱 你看 我手好了 我们就开玩笑说 是不是这个向导直接跟占卜师们串通好了 然后梁红就跟我说 说老长你不要让玻利贝亚的大师们失望 你要努力 我会努力的 二百七和梁红当然知道 这不是什么巧合 而是一份默契的友善 对于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女巫和占卜师 大概都会送出相似的预言 但这两份带着善意的祝福 却给二百七和梁红的拉巴斯之行 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 就这样 在充满魔幻色彩的玻利维亚 二百七和梁红经历了一段奇妙的旅程 曾经三毛疏里的百合花 展现在二百七和梁红眼前 带着圣洁的颜色 带着绽放的力量 带着迷人的香气 整座城市正在渐渐盛开 感谢乐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喝乐虎提神抗疲劳 本节目由军摇魏东力联合特约播出 一口上好家一路好心情 本节目由休闲食品上好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军摇魏东力联合特约播出 军摇魏东力给你的肠胃做做操 亚马孙雨林深处的原住民 为何也受国际大环境影响 不是说单纯的一个水上商店 像是一个流动的家 我是一棵树 与野兽共存 它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地球之极旅行第七季 东南路市21点20分 张欣宇 梁胡带你深入雨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